今天带大家走走新加坡的一间喝酒的地方 Chart Chart 这个呢是它的外面 你们能够看得到 它的设计的话呢 其实是 就是那种酒吧 也不算酒吧就是那种喝酒和聊天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来的时候是星期四 所以人潮其实并没有很多 然后这里主要是西餐 维柱几乎都是吧可以这么说都是西餐 然后呢能够我们来这边 它最主要主打的还是所谓的 呃 手酒还有就是那个 威士忌啊之类的色酒啦 还有就是啤酒 因为它的酒类选择其实 不是很多 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地方 它里面的 能够容纳也不是很多吧我觉得 然后这个就是 因为我要上厕所 所以它的厕所在它的楼上 然后呢这一区呢 各种是没有星期四的关系 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人 然后它有做一个房间 然后呢当你走去厕所时候 你会发现到 还有多一间房间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是有那种唱歌的 音响设备 然后呢过后 我是有看到有人在这边唱歌 然后可能我觉得就是 星期六礼拜会有吧 它楼上会有很多人 然后呢这些就是它的 菜单 酒啊之类的就是酒水 还有就是所谓的食物 都在这边呢 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多数都是 手酒还有色酒 然后接下来这些有些是食物 意大利面 它的意大利面有一个超好吃的 是东南意大利面 想尝试的朋友可以来尝试 绝对不会踩雷哦 主要来尝试的朋友 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在这边吃晚餐给我朋友,然后呢,我会给你们看一下我点的就是,两叠意大利面,还有一份薯条,还有酥油,然后呢,因为我们有固本,所以扣到来的话是100块,金币不到,所以就三个人啦,所以如果爱喝酒聊聊天,一起聚会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可以,蛮值得来的, 这个就是我说的,意大利面,那个东南意大利面,本人觉得超好吃,真的必须来尝试,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